好,那我們繼續上課吧 那我們繼續看下面 什麼叫氧化 氧化反應就是我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種化學變化 氧化反應顧名思義就是跟什麼結合 物質跟氧結合 我們就叫它氧化 比如說金屬的生鏽 就是跟我們的鐵 鐵的生鏽就是鐵跟氧的結合 我們就叫它氧化 來,我們看下面的米字號來 第一個,鐵加氧,也就是什麼 鐵生鏽,鐵生鏽會變成什麼 氧化鐵的相鏽 來,那白化文也不是白化文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女生鏽 來,紅色的框框自己補充在後面 來,氧會不會氧化?當然會 很多技術,國性大的都會氧化 那氧氧化就變成什麼?氧化氧 好,來想去氧化氧 那我們來看下面,我有兩個框框 這兩個框框要講什麼呢? 來看一下齁 第一個框框,左邊的框框指的是氫 大部分的金屬都是銀色系的 那有光澤的我們叫它銀白色 沒有光澤的叫銀灰色 所以左邊的框框是氫 指的是含有光澤的,所以它是銀白色 也就是說,還沒有氧化的狀態 那後面氧化的叫氧化氧 其實氧化之後也是銀色系的 那失去了光澤齁 習慣上我們叫它銀灰色 那實際上我們要不要真的把它區分的這麼明顯 沒有啦齁,只是有時候我們在名詞上會解釋 有時候叫什麼銀白色、銀灰色 其實是只有光澤跟沒有光澤的區分而已 來,那這兩個物質的化學式 我們來選一下氧化鐵 來,自己寫在旁邊齁 化學是F1O3 氧化心V1O 不好意思,要控盤的地方 我們已經把中型表背完了 架數表也背完了齁 接下來我們要背什麼?化學式 我在錄影,你不要給我罵髒話 我只不慢按捏 來,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那氧化有分成緩和跟劇烈 緩和的氧化,譬如說我們的呼吸 跟我們的生鏽齁 來,那兩個詳細 生鏽跟呼吸 這邊沒有問題寫齁 來,第一點化,氧化 生鏽 那這個鏽齁,你要寫筆畫多的或筆畫少的都可以齁 其實沒有這麼好的 不一定要寫,看你要寫哪一個都可以齁 生鏽或呼吸 我們的呼吸就是一個氧化 來,劇烈的氧化有什麼?燃燒跟什麼?爆炸齁 那就是一個劇烈的氧化反應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洪洪的氧化是舊跟呼吸 劇烈的氧化,那個中間你只好先跳過去 上面,劇烈的氧化是什麼?燃燒跟爆炸 好,劇烈的氧化是燃燒跟爆炸 好,劇烈的氧化是燃燒跟爆炸 OK嗎? 比字號線叫我繼續 等下我們再解釋好了 來,那我們看一下上面的那個米字 舉例來說金屬的生鏽 金屬生鏽一般的顏色有些會比較不好 來,我們看一下銅加氧 銅加氧就是銅氧化會變成什麼? 氧化銅 氧化銅的化全室,來,自己補充在旁邊 C-U-O 媽媽怎麼發覺是? C-U-O 就是養家銅的 個數怎麼結合? 我們還沒教到 可是加速給我們備忘,之後會教你 可是我想說換光光啊 這從備忘 背到你做夢也會記住他 來,我們來看一下銅原來是什麼顏色 銅線原來是什麼顏色 偏紅色嗎 有沒有那麼多銅線 對,七寶鞋 對,七寶鞋齁 把他在外面旗間切換 會叫他紅色或叫他紅中色 相遇,銅是紅色或紅紅色 來,左邊通通寫下去 紅中色 來,那他氧化之後變成氧化銅 顏色會再編,特別會變成什麼? 黑色 我們改天做實驗可以做一次 顏化銅會變黑色 燒一燒它會黑掉 黑黑的部分就是我們的氧化銅 燒 燒一下的話,不是可能會用 就去燒啊 不是要燒? 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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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碳 可是金屬沒有碳 什麼是金屬還是什麼 要有碳才叫做尋 好,走吧 我是那個國二跟國三會不會做報告實驗的 如果你要做的話,我們隨時有同步可以做 只要我是隨時想炸掉這裡都可以做 不行 可是不能炸掉 哈哈 來,我們來繼續看來下一頁齁 來,右邊電解是我們一個常見的化學反應 來,第二點電解,旁邊講句化學反應 那就是電解後實在有什麼 等一下我來講 好了解 來,我們看一下水拿去電解 來,螢光碧把電解花起來 什麼叫電解齁 電解就是用直流電齁 很學術的名稱齁 直流電就是什麼電流 電池的電流 你拿一個電池接兩根 就是兩條線齁 兩條導線 用銅線或金屬線都可以 然後這兩條線齁 插入水中 那這兩條線就有一個玻璃 怎樣把它隔起來 整個插入水中 那就叫電解 簡單來講 就是把電池的電流導入水中 來,這個時候會在正負極產生氣體齁 也就是氫氣跟氧氣 來,氫氣以後在哪裡產生 旁邊想要去負極 你寫一個負號就知道 那氧氣會在正極產生 寫一個詳號 為什麼 現在學習電解齒我會交到 跟架數有關 輕視正電話H正 所以正電話要往負極 所以他會在負極產生 氧是帶什麼 負極駕 我們之前有回過 負極 負極啊 負極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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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極駕 所以他會在正極產生 所以說 後面來那個通通通通通的 我們把方程式寫上去 來,水是什麼 H2 電解之後 懷疑的條件我們習慣 是在箭頭的上面或下面 電解之後 產生氫氣跟氧氣 來,那前面有一個數字 這個叫做 係數 這個數字 我們用紅色的 這個 本筆把它寫上去 代表我用 2 其實講2個水 不是很好 我們後面會交到一個單位 叫做末 2末的水 電解會產生2末的氫氣 沒有血數字 代表1 末的氧氣 那末的還沒有交 你就不要理他 你就把它想這樣 我有兩個水 這兩個水 電解會產生幾個氫氣 兩個 和幾個氧氣 一個 就是這樣子 那末的概念 我們之後再教到 不然我們這樣講 怎麼會亂掉 來,所以我們討論的結果 來,第四大點 通常化學變化 第一個 一定會產生什麼 新物質 第二個 我們剛才講過 銅燃燒變氧化銅 所以可能會有什麼 顏色的變化 在電解 可能會產生這種 氣體 所以也有可能會有 氣泡的產生 這三個狀態 所以說來 第四點 來,我們再 我們把它寫上去 我這個臉板覺得太小 不好寫 來,第四點 第一個 來,拿去 這個臉板真的不夠大 那我還是買 你買一根學校用大的 好 你直接擺不下 從那邊 貼到那邊 一直 那一張 你的手 我想 我想 做那種 就是有一種 切 切整個牆壁都變得 比較黑 喔 你說就是那種 比較不好吃 對 整個牆壁都可以切 這個就可以拆下來 有 我很想不用它 那老師 你就切這裡 你切這裡 可以寫整面 好像也是 齁 可是整面 整面都是那種 對 那種 算你價錢 那其實還好 就是要麻煩 要重用 現有 老師 你要你的化學姿勢 自己調 不要 老師 那你不是很多材料 自己調還免費 是很適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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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 那記得 一定會產生新物質 什麼叫新物質 這個物質 跟原來的 已經怎樣 完完全圈的過一樣了 齁 請上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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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那我們看一下第二個,無論是物理變化還是化學變化 通常會有,來我們稍微那個,比如說冰塊融化變成水,溫度要上升還是下降 溫度要上升,對上升,那水變成冰塊溫度要下降 所以說來,不管是物理變化還是化學變化,都一定會判選能量的轉移 你可以一定也可以把它想成熱能的轉移,熱能轉移 或許我們比較好理解一點 來,第三個,許多變化同時包含這物理變化跟化學變化兩大量就沒有問題 等下舉例,我們再講一講 OK吧,熱得好,我們OK了嗎? OK,那我把黑板擦掉 那我把上面擦掉好了,這邊OK了嗎? 那我把上面擦掉 來,你想到哪裡啊?OK嗎? 我們來看一下,舉例來說,蠟燭的燃燒,來看講你好,不然怎麼會亂掉 蠟燭的燃燒,固體的蠟變成一體的蠟油 中間不是有一個箭頭嗎?有沒有看到?固體的蠟變一體的蠟油 請問是叫什麼?固體變一體叫什麼? 固體變一體叫做融化 好,來,想去融化 固體蠟油跟,寫在一個箭頭上面 好,如果要寫下一個箭頭上面 來,寫在箭頭上面 固體的蠟與蠟變成一體的蠟油跟箭頭上面 OK吧? 來,下一個 蠟燭燃燒,所以蠟燭燒是不容易的 這個一體的蠟油變成我們的蠟燈氣 叫什麼? 氣化 這個是世界充滿的 雖然那箭頭有點小,好,我寫上去 來,兩位,氣化 OK吧? 來,下一個 蠟燈氣才會怎樣? 第三個箭頭上去 蠟燈氣才會燃燒 所以蠟燭燃燒是部體的蠟燃燒還是蠟燈氣燃燒? 蠟燈氣 蠟燈氣 沒有錯 來,所以它燃燒之後 會產生二氧化碳 來,那一個常常的 那一個寫上去 就是會產生二氧化碳 水 H2O 或者是我們看到的什麼 火 我們會看到什麼 火 火,火是什麼 能量 黃 可 火可能什麼 在旁邊會產生什麼 熱 光跟熱 產生光能或熱 那後面是不是有一個框框 等一下 打叉叉 喔,是不是都會打 不要理它 其實是等它跑 電腦跑錯了 那哪裡喔? 那一旁後面不是有一個框框嗎? 不用 不要打叉叉 就不要理它 然後我後面紅字寫的 所以在這邊 不是Apple有出一支新的那個 Apple 208 那一支 那一支 打到這個鏡頭 我剛剛在揮 寫上去 光 不是Apple出了一台新手機 2018嘛 對不對? 今年也有出三台 然後 有一個實況主 他買了50台的Apple 2018 這個是 融化 企劃 燃燒 寫在鏡頭上面 他買了50台的 2018 然後 要求給大家抽獎 那個應該有贊助 那有贊助才有贊助 那有贊助 那天我也來當優惡部隊來贊助 那廠商有沒有 有沒有廠商願意找 老師也要粉紅 然後也要有廠商願意找 老師你可以 老師你可以 我50台 我50台全部放在我口袋裡面 然後就說 啊我有抽完了 然後全部抽給自己了 然後 讚 然後我就把那50台拿去網路上賣點 然後全部進了我口袋 喔 老師等一下你 對啊 五萬多塊 沒關係我就賣四萬 我一定很多人買 反正是廠商來抽 我就會做這種事情 我說沒有廠商 廠商也是會跟你收一點 啊 廠商還是會收一點 不會吧 會收一點 他會從你就是拿的 就是帶 就是廣告費 那邊扣一些 他們還是會扣一些成本 沒關係啊 這是我50台 iPhone iPhone去賣的價值 你知道嗎 50台iPhone 一台自己賣的 一台5萬 他才有50 有多少 兩萬 然後一台自己賣著 對啊 剩下那去賣 親朋好友 每個人都送一台 來 下面不是兩個框框嗎 來看一下 前面框框指的是什麼 物體的辣 變異體的辣 有再變成辣 蒸氣 請問是物理變化還是化學變化 物理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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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後面的框框來 臘 辣 蒸氣 燃燒 變成二氧蛙蛋 水跟光 還有熱 所以是什麼變化 化學 化學變化 你不覺得我今天聲音混混 沒有 沒有 我不管嗎 我現在很不舒服 老師你 現在已經是我最大的聲音了 老師你沒有休息 怕這睡覺 我沒有上課 我沒有斷跑 來我們看一下第五大點 物質的分類 來我們來看一下 上次我們已經有教過 物質分成我們的存物質 跟什麼 混合物 混合物其實比較好理解 比如說空氣 空氣裡面有很多種不同的氣體 所以它叫混合物 糖水鹽水 這些也都是混合物 那台電風扇怎麼啼啼叫 爛電風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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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我們看一下 存物質分成元素跟化合物 元素就是我們背的元素種 其實沒有它寫 其實元素總共有118種 那目前我們所背大概50個左右 被那50個常用的就好了 再來其中一個叫化合物 化合物是兩種以上的元素 依照一定的比例 合成的新物質 比如說水是什麼 H2O裡面有氫油氧 我們可以把它二氧化碳CO2 裡面有碳油氧 這些叫做化合物 其實還蠻好分辨的 不要把它想太多 來我們看一下下面第一個元素 組成物質的基本比 現在我們元素總共有幾種呢 來寫上去 118 總共有118種 那不是我包含人造元素嗎 就全部加起來118 扣到人造元素 也都是一號 扣掉我不知道 能夠算嗎 沒有人無聊會去算這個 好吧 好像到106號吧 所以是到106號的樣子 所以1106號的 超幼元素 好像到106 沒有可以去背 來第二個 化合物是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元素 依照一定的比例 結合在一起 比如說我們剛才講到水H2O H2O有幾個氫 幾個氫 一個氫 兩個氫 一個氫 一個氫 來流長好 CR2 幾個氫 好 這邊有沒有寫數字 0 0的話他還要寫氫的 所以應該是多少 0的話我就不需要寫他 那既然沒有寫數字就是多少 2 2 2的話怎麼會寫2啊 所以要寫多少 C 什麼C C就是氫啊 所以有幾個 3個 3個 我有寫3啊 我有寫3嗎 我有沒有寫3 我沒有寫3 沒有寫2 沒有寫2 我數字也沒有寫0 那應該是多少 只有哪個數字沒有寫到 2 3 4 5 6 以上全部不要想 那0也不要想 這邊要多少 1 1啊 如果是0的話 就不用寫碳了 那邊有沒有寫幾個碳 一個碳 所以幾個氫 幾個氫 兩個氫 兩個氫 OK很好 就是這個樣 OK 來那我們繼續看齁 那畫物有兩個基本特性 第一個 它的性質是固定的 再來它的組成也是固定的 所以是第二點好的 第二點想去性質固定 組成固定 來什麼叫組成 我剛才說 水就是兩個氫 一個氧 二氧化碳 就是一個碳 兩個氧 會不會改變 會不會 不會 就是這個樣子 叫組成固定 那性質 水就當作溶劑 水就是水 它還會不會有一些額外其他的元素 或其他物質的特性 不會 水就保有水的特性 鈉金屬就有鈉金屬的特性 鐵就有鐵的特性 他們彼此是怎樣 毫無相關的物質 他們性質不會是一樣的 來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下面舉例 氫加氧變成水 氫跟氧結合一定要加熱才會變成水 那我們會發現它的質量比是1比8比9 什麼叫1比8比9 1克的氫加8克的氧會形成幾克的水 1加8是多少 9 所以9是 9就是水的質量 所以今天氫2克 氧16克 所以水就幾克 48 很好 就是這樣 來這個叫做 組成一定程 舉例想要做 組成是固定的 來啊 組成是固定的 OK嗎 不要玩硬 來我們繼續看下面 來再來 第一個 水的廢點 水的廢點就是幾度C 100度C 來 100度C把他畫起來 這叫性質 所以他的性質是固定的 所以我們會知道 化合物的性質一定是固定不變的 會不會水 突然間今天廢點100 明天廢點100 明天廢點100 後天廢點10度 有沒有很難 不可能 一定是固定不變的 對不對 來 再來下面 組成化合物的成分元素 一旦結合在一起 跟原來的特性 還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 來 氫跟氧 氫具有可燃性 遇到溫度不高 或濃度不高 他的燃點 大概就會爆炸 在氧氣有助燃性 他們變成水之後 請問水來燒不燒不起來 燒不起來了 所以他有沒有原來的特性 沒有了 所以會失去原來的物質的特性 元素的狀態特性 來 所以說氫氣加氧氣化合成水 就是一個化學變化 也就是產生了氫物質 來 第三點 混合物 混合物是由兩種或兩種以上 不同的物質以任意比例結合 所以也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空氣好了 來 不同的地方空氣的裡面 組成的空氣的比例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 比如說熱帶雨的含水量 跟沙漠地方的含水量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 比例一定會不一樣 所以比例一定不會固定的 來 寫上去 所以說來混合物 第幾點 第三點 第一個 他的組成不固定 性質也不固定 來 所以說 比如說空氣 每一個地區 他的空氣可能會有多多少少不太一樣比例的變化 比如都市跟鄉下 二氧化炭的含量會不會一樣 含氮廢物 含氮氣體的含量也會不一樣 所以組成不固定 再來 因為混合物的種類不同 所以造成他性質也會不固定 OK嗎 來 那我們繼續看下面 來 鹽加水會變成鹽水 來 請問我們在加鹽的時候 加一克的鹽跟加一百克的鹽在水中 都叫鹽水 是 還是不是 是 所以有沒有固定的比例 沒有 只要溶得掉 基本上 如果是飽和鹽鹽 那先不要抽 只要有加鹽就叫鹽水 OK吧 有沒有問題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水的沸點是100度C 所以加入鹽巴之後 鹽巴濃於水中 沸點就會上升 所以說 我們這個物質 鹽水這個物質 它可能從100度C 就開始怎樣 沸騰一直沸騰一直沸騰一直沸騰 我在上升 不要做其他的事情 你知道你不會學過 你不會學過 來 到100度C開始沸騰 沸騰到什麼 可能是103度104度 一直沸騰上去 沸騰到 如果你有辦法加熱多熱 就一直加熱上去 所以它的沸點就會怎樣 上升 來 第三點 煮成混合物的成分物質 依然保有原來的特性 比如鹽加入水中 請問 鹽本身就是鹹的 加入水中還是鹹的 還是它會變甜的 鹹的嗎 所以它的特性有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 所以我們看一下第三點A選項 來 我們 氫氣加氧氣 混在一起 還是氫氣跟氧氣 請問是混合的概念 還是化合的概念 是混合物還是化合物 化合物 為什麼是化合物 化合物質 產生氫物質 原來只有氫跟氧 反應後還是氫跟氧 所以它是混合的概念 混合物 來 來 再來第二個 來 氫氣加氧氣燃燒 變成水 有沒有產生性物質 水是不是是性物質 是啊 它已經跟原來不一樣了 就叫做性物質 所以是混合還是化合 化合 化合 化合的概念 來 來 第四點 這個是原子量 雖然你們加氧不用費 我們到下一個行才需要它 有特定幾個 我們需要稍微記一下 碳的原子量是 12 第二個是哪一個 氫是1 氧是16 那這個我們下一個行才會用到 我們在計算原子量跟分子量的時候 才會用到它 OK吧 那邊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 來 下一頁 來 這三個圖 來我們來看一下 來這三個圖 兩個 第一個圖 最左邊的 第一個圖 兩顆白球連在一起 中間那個圖 有兩顆白球連在一起 跟兩顆黑球連在一起 第三個圖 我們會發現 原來的白球跟黑球 已經結合成一個 全新的東西 所以說來 第一個 最左邊的圖 請問它是元素 共和物 還是化合物 元素 很好講講 元素 為什麼它是元素呢 因為它全部都是什麼 兩顆白球連在一起 我們考試的時候 很喜歡用這個方式 所以兩顆白球是指 白球都是同一個物質 所以說全部都是兩顆白球連接在一起 所以它就是元素 來 第二個 它是什麼 有兩顆白球跟兩顆A球 所以是什麼 兩種不同的物質 還是兩種一樣的物質 不同 所以是 碰合物 或者是畫合物 很好 來講一點碰合物 看法 可以說 碰合物 來 最後一個 黑球跟白球結合 像一個 蜜蜜的樣子 所以它是什麼物質 很好 來畫合物 其實它有一個水分子的樣子 你把它倒過來 很像一個問題 很像一個問題 OK吧 有沒有問題 來 那我們看一下 第二大點 來 我們剛才講到 物質分成存物質跟混合物 存物質又可以分成元素跟化物 真的沒有問題 那 根據我們剛才講到 存物質 它是一個 它有本是一個單一物質 組成一定 性質也是固定的 混合物一定是好幾種物質混在一起 所以組成有沒有一定 沒有 沒有 性質有沒有固定 也沒有 所以說 來 我們把它寫上去 會不會太小了 很不好寫 有 有 錯 蟲 我們怎麼也有 分比我那個還覺得 不是啊 不是不是不是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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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咬 不咬 咳咳 都咬好了 都咬好了 這也是 這也是 都咬好了 這也是 重物質它是單一物質 不管元素還是化物都是單一種物質 水是化物它也是單一物質 因為氫跟氧金頭在一起就是水 它就是一個單一物質 所以重物質它的組成性質是固定不變的 那混合物它是好幾種物質混合在一起 所以組成跟性質是不固定的 OK吧 老師你知道那個聲音是我放的嗎 剛剛那個聲音是我放的 無聊 他以為他的抽屜 不是抽屜,是做電腹之類的 太棒了,好像很像